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如我们之前在文钱世界财经周报为大家所提出来的预言 这个预言第一个就是它必须分成两阶段 减缩的部分很可能比较快的可以在年底的时候达成协议 以免影响太大的金融市场的动荡 但是关于政府减支的部分 恐怕共和党跟民主党就会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角力 而且它可能需要数个月的时间 那个时候我们也引用了美国前总统Clinton的评论 前总统Clinton在他在任的时刻 就历经了在国会的时候他是少数派 那么他面对跟欧巴马可以说是目前是相同的状况 他说这些人他完全没有任何妥协的态度 就表示他们准备达成妥协 果然在12月31号全球正在倒数看着美国 本来他还是等待狂欢 可是看着美国的倒数 许多投资市场是用恐惧的心情看待美国的倒数 还在那一天美国纽约时间倒数三小时之前 国会和参议院达成了关于财政悬崖对于减碎的部分 可是接下来呢他的part 2果然就像我们之前的预言 留到了2013年可能要几个月的时间 可是这几个月里头有好几件事情是有他的deadline 是有他的到期日的 我们现在先为大家来整理一下 每一个到期日都代表着欧巴马必须和国会妥协 第一个到期日呢是举债日期 举债日期呢美国的国债目前已经到2月26号 已经到了它的顶端 在2月26号的时候必须要提高国债的上限 那么要提高国债上限呢 欧巴马势必要在这件事情上和美国的众议院来妥协 其次呢是自动减支 因为自动减支的整个相关的机制呢 按照上一次美国2011年所谈判的整个国债协商里头 自动减支将从3月2号的时候就开始起路 所以如果在那个之前没有关于政府减支的部分 到3月2号没有关于政府减支的部分达成协议 那是非常角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许多人判断呢在减罪的部分欧巴马占了上风 因为共和党想替全美国2%的富人在全世界都关注财政宣言的时候 拖着全世界拖着全美国所有的家庭一起去跳岸 这件事情共和党是不利的 所以欧巴马赢得了第一回合的战争 可是到了第二回合 这些关于政府减支的部分 他就不牵涉到立即的全球的投资市场 那这些部分呢欧巴马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民意基础来逼迫共和党让步 何况很多共和党在这次大选里头 他教育了美国一般的民众 甚至很可能投欧巴马的民众都相信 美国如果不降低他的国债的话 他很可能最后不降低预算赤字 美国会变成希腊 那么事实上我们了解经济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美国很多民众在大选的时候 经由这些人在电视上不断的言论也说 他们都相信了这件事情 所以在民意的倾向里头要求国家平衡预算 而且逐步的降低政府的负债 那么成为一个长期可以维持持续的 所谓sustainable的一个财政预算 成了美国相当多数人的民意 所以就这点跟减碎在民意地主上 对欧巴马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一般认为在国家的政府预算的减值部分 欧巴马可能会输掉这一场战争 而会赢得战争的是共和党所主导的众议院 那另外一个就是联邦政府的预算 那么联邦政府预算的到期日是3月27号 如果到当天还没有完成关于政府减值的一定的协商结论的话 美国的联邦政府将要关门 邮局没有钱 Yellowstone没有这个Tour Guide 那这会重现一个笑话 那么不要以为美国不会发生 在克林顿的时候就真的发生过一次 所以为大家证明这几个三个Deadline的日期 在整体的这一次Part 2的这一次所上演的 美国关于减值的两党谈判里头 举债上限是2月26号就要到期 自动减值机制是3月2号就要启动 联邦政府的预算最后的Deadline 最后的截止日期是3月27号 当天没有通过的话 有些政府的预算是可以有它的准备经费可以使用 有些政府预算可能就即将关门大吉 那待会再来为大家解释 这个两党的斗争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先来看这一次呢 在大家都是屏息以待 倒数计时3小时的时候 美国如何最后完成了白宫和国会之间的协商 那这个这次的协商呢 主要是由参议院作为主导的角色 取代了原来众议院 那最后呢就在倒数3小时 那事实上呢真的通过所有的法案 是到了2013年的1月1号才陆续的通过法案 美国的媒体对这个事情的评论是 这些美国的政客们对于危机已经上瘾了 像一出老掉牙的戏码 美国国会赶在最后一刻 及时通过了决议案 在这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坠落悬崖前 紧急踩了刹车 过程可说是惊心动魄 也让国际社会看尽华府政坛失能的状态 首先 白宫和参议院共和党的领袖 经过马拉松式的协商后达成协议 参议院在1月1号凌晨 表决通过这项议案 小布希时代的减税法案 2012年底到齐后 如果国会无法敲定协议 2013年1月1号起 美国民众将面临全面加税 政府的自动减支也将生效 减支又加税 2013年恐怕会抽走6000亿美元 把美国经济推向衰退 参议院版本的决议 充其量只是暂时止血的OK凤 把减支的艰难决定延后两个月 但确实替华府和美国经济 争取了一些喘息空间 这项协议交付众议院后 众院共和党议员对于参议院版的决议 对于简直琢磨太少 极为不满 而且过去20年来 共和党一直警报拒绝加税的省主牌 这份协议让众院共和党人 自觉让步过多 难以下眼 然而在极大的时间压力下 众议院还是赶在金融市场二号开市前 原封不动地通过了参议院版本 毕竟不少共和党人承担不起让美国坠落悬崖的骂名 众议院议长贝纳和曾经代表共和党参选副总统的莱恩 也投下赞成票 不过事前就公开表明不支持参议院决议的众院多数党领袖坎特 则投下了反对票 无论如何美国国会悬崖勒马 威胁全球经济的定时炸弹的隐性战告拆除 全球股市乐透了 美股道成工业指数当天大涨三百多点 是一年多来最佳单日表现 买盘向新年烟火般喷发而出 这胜利的一刻欧巴马等了好久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这个结果 尽管如此 这个结果已经是得来不易 原本和家人一起去夏威夷过圣诞节的欧巴马 更特地提早返回华府 召开一场又一场的紧急会议 府会在协商过程中双方火气都大 欧巴马还公开谴责共和党处处撤肘 毫不掩饰他的不耐 共和党则以同等火力挥急 民主党和共和党血淋淋的政争也赤裸裸地谈在全世界眼前 共和党则指控真正果足不前的是民主党 在最后关头美国躲过了财政悬崖 可是危机并未完全落母 这回吞了败仗的共和党 恐怕只是把战线延长到下一回合 包括简直提高举债上限 还有美国预算的攻防战 可能会演变成更激烈的冲突